儿子的满月宴曲办非常成功,虽然中间有些小插曲,例如小朋友在游乐场打闹,不小心摔了,还有争玩具打架了,但都是小事,小孩子不管多乖,小打小闹都是正常的,大人们也不会放在心上,但会教育他们,让他们握手言和,或者抱一下,一抱你恩仇。 小孩子心思直来直去的,不高兴了就不跟你玩了,好了之后我们一起玩好不好,这些小闹剧落在大人的眼里,也是可爱极了,其中最开心的莫过于蓝夫,以前不喜欢应酬的人,这次全程在线,拉着他的长孙女,像纸花孔雀似的贱人就介绍他的孙女,还说这是蓝家第三代接班人,魏英。 把自家老公拉到角落里,蓝湛,你要不要跟爸说一下,别这么早就说什么接班人,我当年逃命其中之一的原因,就是我爸跟我说要接管他的公司,万一小家伙也随我一样爱自由,保不准你就要登报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了。 蓝旺鸡皱眉沉思了一会,虽然看女儿并没有不乐意的样子,站在爷爷身边的他面带笑容,得体大方,甚至偶尔还会和别人握一下手,毫无惬意,这小模样,比起十岁时的自己,更有大将之风。 也难怪父亲总是夸赞他,不过老婆这么说,自然有他的顾虑,他还是找了个机会,把魏英的意思转达了,当然没有说是老婆说的。 蓝傅虽不赞同他的想法,不过还是按照他的说法去做了。 事实上,知女莫若妇,把人生出来的还是更懂孩子的心思。 宴会结束后,当天晚上,小家伙早早就回了房间,还说不想吃饭,也不要叫他,望谢二人觉察到了不妥,也赶紧上了楼。 蓝湛,你敲呀,两人站在房间门口,却迟迟不敢敲门,小辣椒生气也挺呛人的,魏英把得罪女儿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他爸爸。 蓝旺鸡。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,抬手倾扣了几下,声如文盈,魏英。 翻白眼,踢了某人小腿一脚,用嘴形问他,你自己听听,能听见声音吗? 清冷的脸闪过尴尬,不好意思扯了下嘴角,还不是因为怂吗? 谁让他拦忘机平生两大怕?一怕老婆,二怕女儿。 提起手指,贴近房门,加重了几分力度,堵堵,两声响起,两人同时屏重了呼吸。 你忘我,我忘你,彼此都耸得有些好笑。 过了大概十几秒,两人都有些泄气了,寻思着还敢不敢再敲一次时,可算是有人回应了。 我说了,不吃饭,饿。 魏英又推了推老公,蓝忘机深吸了一口气,张嘴,饱。 魏默默,你要不要吃披萨? 背地点披萨吃哦,在蓝忘机那一句,宝宝,为什么不吃饭? 钱,魏英抢了先,对正下药这词,用在人身上也是有效的。 蓝忘机的话大概率只能换回一句,我就是不想吃,你别管我。 但魏英的有可能是两种答案,一种是要吃,另一种是。 我不想吃披萨,那宝宝想吃什么? 贝地也给你点,魏英朝人眨了眨眼,一脸关键时刻还是得我下场的傲娇样。 蓝忘机笑了笑,他家老婆一向这么棒,我想吃泰国的生烟。 文言,某人眉头锁住,那些东西他看过,不知道有多少的细菌和寄生虫,宝宝,不。 五,一只小手捂在了人的嘴巴上,宝宝,好呀,贝地也想吃,那你出来吧,咱们一起垫。 魏英,蓝忘机拉下人的小手,与其着急,那个不能吃,都是细菌,会吃坏人的。 蓝湛,你别那么古板,就吃一点点,死不了。 三楼露台,两人欢喜,一人忧,桌子上摆着五大盘,一只大龙虾,两只大螃蟹,一盘鱿鱼丝,五只超大的皮皮虾,并加一盘活蹦乱跳的。 什么鬼,蓝忘机眉头都能上锁了,这么活跃,吃进去会不会在肚子里还跳舞呀? 什么人会吃这些东西? 其实,欢喜的那两人也无从下手,只在小视频看人吃着过瘾,食物看见了,实话说,观感不强,尤其是那一盘还在跳动着的。 就这样把人家生吃了,看着就负罪感满满,傅你来你瞧我,我瞧你,都在等对方当那个小白鼠的人。 宝宝,要不你先尝一口这个大龙虾,还有膏呢?看样子应该还不错。 卫英先朝女儿放了一剑,卫默默。 辈弟,你是长辈,你先来,卫英。 平时可没见你这么尊敬你老子,两人推来让去,时间过了许久,久到活蹦乱跳的跳跳虾,都变成了疲惫虾,跳不动了。 仿佛在说,能不能让我死个痛苦,难道你们不知道死前的恐惧才最折磨虾吗? 最后还是蓝忘机打破了僵局,我觉得。 他一开口,两双大眼同时望向他,眼里一样闪着快救我的光芒。 蓝忘机顿时有一股就是英雄的荣耀感,掠上心头,拯救的还是自己最爱的两个人。 这种感觉别提有多少,简直是心花怒放。 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,蓝忘机一不小心就傲娇了起来,握拳到嘴唇边亲嗨了下,又拉了拉一摆,装腔做事过了头,被自家老婆掐了一把腰侧的肉,某人用眼神碾压,你最好给老子快点。 蓝忘机一秒被打回原形,果然,傲娇这次他没资格用,傲娇便卑微,那个,要不吃披萨或者寿司料理,我给你们点。 两人点头如捣蒜,二话不说就同意,怕自己点头完一步,就得咽下那一盘。 疲惫瞎了,果然,不是所有东西都值得尝试的,尤其是在吃的方面。 蓝忘机点了佳吉的,餐厅很快就上门,傅妮俩大快躲移,眨眼的功夫就干掉了一个十二寸的披萨,这还没完,继续朝寿司进攻,蓝忘机皱眉看着,突然就后悔了,他为何要提寿司呢? 睡前吃这么多真的好吗?而且,某人有吃的了,都忘记找女儿的目的了。 虽然女儿现在看起来是没事了,可以得知道她方才不高兴的原因,及时化解她的心结。 这些坏情绪才不会积压在心里,最后越积越厚,就会出现心理问题。 看人吃得七七八八了,蓝忘机偷偷在桌下,摸了一把人的大腿,某人身子僵了一下,抬头瞪人时,接受了对方眼神里的信号。 呃,光顾着吃,差点忘记了大事,婚姻善善朝人笑了笑,不好意思放下手上的满鱼寿司,蓝忘机拿了纸巾给她擦嘴。 夫妇二人用万分关爱的目光,妄想还吃得津津有味的女儿,越看却越是欢喜。 能把狼吞虎燕也吃得这般优雅的估计,也就只有她家女儿了,果然,遗传的基因就是强大。 狼吞虎燕是遗传了魏某人的,而优雅则是遗传了蓝忘机的。 面前两道目光这般的火辣辣,魏默默同学在专注美食,也不可能忽略得了。 她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后,擦了嘴,爹地,你想说什么,说吧。 呵呵,魏某人呵呵笑去画风一转,爹地哪有什么话说,是爸爸有话问你。 魏某人碰了碰老公的手肘,示意她,做事要有头有尾。 蓝忘机,好吃的你来吃,坏话我来说。